條例一輛逸影車違規開到進行路段 遭警方攔下盤查 駕駛卻加速逃逸 沿路蛇行逆向闖紅燈 還對警方逼車 最後警方基於安全考量 修正尾隨4公里之後 依法開出了7張罰單 並吊扣駕照跟牌照 警車一路狂追 試圖攔下前面逸影車 右轉台一線攔下 右轉台一線攔下 但駕駛拒檢逆向跨越雙黃線 還想把警車逼到路間 不要吵著他有點瘋啊 映影車上演玩命關頭 沿路蛇行闖紅燈 試圖甩掉警車 映影車拒絕接受稽查 企圖逃逸 雙方從苗栗線到140號 1.7公里處追逐整整4公里 直到台中又失工業區 警方考量到安全性才停止尾隨 至於駕駛為什麼會被追捕 就是因為他把映影車 開到進行路段被盤查 你先下來 你人下來嘛 快 下車 駕駛吃吃不下車 還擋著警察的面 把車窗搖上來 最後謀踩油門 加速逃逸 映影車駕駛 一開始停車假意配合 當員警告之違規是有 預索取證件時 該名駕駛進大踩油門 加速逃逸 事後警方開出拒檢逃逸 闖紅燈 危險駕駛等 7張罰單 最高64200元的罰還 而且連駕照 牌照 都吊扣6個月 重逞駕駛 玩命行進 這張新潔 苗栗報導 我瞧 會問最難的 炙啣 me 李